又到聖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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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來了 你出現犯了是不是? 聖誕之快樂 聽人說你抱了幾天的 三天三夜不不休 幾天幾夜 是嗎? 抱了幾個小時 雖然今年的節目是多過去年的 但是今年是不多齊人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出了聖誕 你問得對 即是你說的話題是對的 我聽很多人說現在外面的食肆 或者就算老懶、中環那些 少了很多人 你目測是相差多少人 比以前沒有人 你連年都去 我今年就沒有去 因為有其他的節目 可能是BBQ等等 但是我看了新聞 他就說少了比起去年一成的人 你回顧一下去年的時候 大家是未能飛的 好像是宵禁的年代 所以 比起去年確實是不齊人的 而且大家都飛了 我自己覺得一成這件事 基本上是不可能察覺的 你說出來也有問題 你的場面當你有300人 你剩下270個和300個 你怎麼會分到一成? 不要玩了 你起碼少得三成 你才可以有一個觸覺在裡面 對不對? 一成你發現不要玩了 怎麼指 你的朋友十個走了幾個? 十個 我想都有三四個 不是在香港 我的十個裡面 最少有三四個這麼少 怎麼指 五六個不在 差不多 我們這邊這個群組 所以有時候 少了這麼多人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麼搞 過了幾年就越來越少 一些人又老化 很糟糕 例如出街 你知不知道 有時候出街 你上班時間 你還是有時候會見到一些 年輕一點的人 他一不用上班的時候 街上沒有什麼人 接著 全部只剩下老人 真的很奇怪 年輕的人都去了旅行 對 只剩下老人 全部都 超市那些 老人家在那裡買東西 全部 人口老化真的很嚴重 你平均人口中 那個中位數是四十七八歲 平均四十七八歲 如果不是政府做什麼 推出生育計劃 生一個小朋友 有一萬 還是兩萬 兩雞 一個兩雞 一個兩雞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未認識有人說想拿 我通報保什麼 兩雞 沒有的 兩雞 做人 他一定幫不了 兩雞 那兩雞 你準備做小朋友 那你就去旅行 兩雞 隨便 東南亞那些 那兩雞 就給你做人 做人計劃 不是做完人計劃 之後的補貼 是 津貼兩雞 給你補貼 你先給了 因為你生了才可以拿 對 對 對 你不努力是沒有的 對 拼費 拼費 給兩雞 你拼費 靠自己的努力 而且你先出了 不是拿兩雞 你生了出來才計 大哥 你一會兒 不知道什麼事 中出不中 沒得計 中出中才計 對不對 這次平時要怕保險那些 給了一千 然後我問過保險公司 對 很嚴重 今天說什麼 今天說一些鬼屋 還有一些鬼商場的事件 為什麼這樣說 話說昨天我就說了一個聽眾 他就在Facebook看到他家裡撞鬼 有兩個 我就說 拿了一些資料出來說 剛才還沒做節目之前 我就WhatsApp問他 你家裡什麼事 有昨晚聽恐怖一粒鐘的朋友都知道 那個故事 你昨晚沒有聽 你就抱了一個月 於是我就好像那些美劇 我就會說回 Previously on恐怖一粒鐘 1月4月4月 是 昨天一件事就是這樣的 聽眾就住在元朗天相圍那一帶 一間村屋一個人住 和狗一起住 一直都沒什麼事 但是突然之間這陣子 看到他放了幾段問 就關於家裡撞鬼 那他撞鬼有什麼情節 就是 即是片段嗎 就是video 不 他寫文字 寫文字 那他什麼情節呢 首先有隻鬼 就經常會搞住他睡覺 甚至乎會在他露台那裡 跟他聊天 會說一兩句話 最嚴重就是他會動他的廁所裡的渠蓋 隔頭髮 那個頭髮隔 無緣無緣無故飛出廳 衝衝一涼 或者無緣無故去食手間 會彈出來撞到他那裡 即是會適一移動物件 也挺猛的 如果聽到這樣 我剛才問他 你家裡發生什麼事 以前沒有聽到他那裡會有鬼 他就回覆了我 原來就是這樣 那他那裡就不說了 原來天水圍一帶 會影響別人的租屋 原來發展商還沒興建的時候 那裡有一對男女 是在車上走了 在車上走了 大家知道什麼事 總之不是自然過身的 在車上走了 然後那個地方就開來興建了樓 他興建了ABCDE四棟東西 這樣才算 他說原來現在 B座C座 沒錯 他原來撞鬼那裡 就不是他一個單位 那區裡面幾棟人都撞鬼 即是幾棟人 很開心 他告訴我 往生了那對男女 那個男的已經走了 即是已經不知道 陳歸陳肚歸肚 沒有出現過 沒有出現過 現在搞事那個就是個女兒 如果你A屋清完 他就去B屋搞 B屋清完 他去C屋搞 C屋清完 他去D屋搞 他就不論循環 都在不同的地方搞 他就不准你睡覺 就不准到朋友睡覺 他怎樣不准睡覺 首先 會吵醒你 即是你一有什麼E屋 就會吵醒你 另外 我朋友 我朋友就先回來 我朋友就感覺到他 曾經試過 就叉住他的頸 感覺到分開一覺 有人捏住他的頸 感覺 很嚴重 他說他張開眼睛 就在爆瘋 鬧 誰不知曾經試過 打側睡覺的時候 好像用手指 捉住他肋骨的位置 很痛 他就痛到 痛到醒了 醒了的時候 他就沒什麼理會 因為他這段時間很累 就沒什麼理會他 但是他都打算找人回來 清了他走 總之他在ABCD那幾個地方 都會有搞 是一個在當地走了的 一對情侶當中的女人 他這樣跟我說 不過他那裡都很安靜 首先沒有交通工具去 要開車才去到門口 要不然就在大路走進去 昨天的網友提供了鬼故給我聽 另外今天我就講一講 反正都講一講 房子有鬼的時候 我就講 通常人們進去新屋的時候 就會拜神 你有沒有拜的 聽不到 你有沒有拜神的 新屋那些 就是進去新屋住 我以前就有 就是我以前轉往國就有 然後我搬回來西環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的家 就不覺得是新屋 那我就沒有拜到四個 那自己的家當然不是新屋 是呀 但我看回師傅 他說其實因為你都是有搬屋這個行為 都需要拜四個 那些人就說 應該是你搬進去 或者搭足這個家 之前就應該第一步 就應該先拜四個 但我都已經搬了一些東西進去 他說叫寶拜四個 照拜 他說照拜好過沒有拜 但是他說你不要想著 搬自己的家 搬出去再搬回來 就不需要拜 他說需要拜 你說這件事多好 那我就找了一些資料 一些冷知識 原來有很多人說過 有很多人搬新屋的時候 都會問問題 例如有一個人 他在網上說過 就說他搬進去第一天 他有三間房 三間房都全部自己上了 鎖壞了 另外家裡的門都壞了 另外他當時 晚上在看電視的時候 自己的廳門 有時候會自己開開開 開開 後來就叫媽媽來拜神 拜完神的時候更糟糕 他家裡就整天吵架 自從搬進這間房子的時候 家座屋斃整天吵架 那究竟有些人問 會不會跟未拜神搬進來住蝕 原來搬新屋 是這樣說的 首先你要留意 如果你家裡 對著一些很大的閘 或者很大的門 或者很大的馬路的衝口 直接對著你衝 那就殺氣比較多 另外那些一定要搞的 如果你還沒搬進去的時候 就要舉行一個入宅的儀式 入宅的儀式 還沒舉行之前 你不要在家裡過夜 也不要在家裡煮食 但是如果 師傅也是這樣說 總之你決定 你不要想著 你鋪一個床蝕 那些傢伙還沒搬進去 總之你過夜之前 一定要拜 沒錯 做東西吃 但是有些人就不理 完全不理 你搬進去的時候 發現有問題 那怎麼辦 原來他們說 你搬進去有問題的時候 就不是用回最開頭的這種方法 原來是 即是不可以這樣 拜一手四角 或者拜一神針 這樣的 要用另外的方法 是 原來你已經搬進去住 那你就要變成祭祖 即祭祖 祭祖 祭祖就要準備桌子 野食 然後就上香祭祖 在家裡 然後就再去 家裡的祖先的墳裡拜 那你燒香的時候 還要燒溪錢的 燒些錢 給附近那些油運野鬼 那什麼時候燒呢 原來有講究的 那些香燒到 點香 那些香燒到一半的時候 那你就出門口 燒溪錢 燒金銀衣紙 給門口的鬼 還有你要留意 或者家裡有沒有幾種植物 有洋樓 那些桑樹 那些葵樹 或者還有一些很重陰氣的木 有些木都有分陽氣陰氣 有些很重陰氣的木 都要留意 有的話 你入屋的時候 一住屋就清一清才搬進去 那就沒有這麼大單的 我就沒有拜這些很多年 其實我沒有的 說真的沒有 那有沒有 我覺得其實 有些時候 我拜這些 就是為求的心安 呃 哇 社囚搬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個 沒有拜過 全部都沒有拜嗎 沒有 沒有拜過 就算你現在這裡 都沒有 沒有這個又沒有 再上一個又沒有 再上一個都沒有 哦 是啊 但是我對上對上那個 旁邊的那個是佛堂的阿姐 來的嘛 是 他說我那裡有鬼的嘛 那我就進佛堂那裡 叫阿姐搞 沒有辦法 你本身是靠鬼找食 我不是進去 我很害怕 鬼猜找食 應該這麼說 說錯了 很害怕阿姐怎麼辦 救救我 不是這樣 然後給例子阿姐 阿姐幫我搞 這樣 很好人的阿姐 是 好了 我們今天講鬼的時候 要講一些鬼屋 這樣講有一件事 在2020年的時候 有一件事很出名的 話說 找一塊屋出來 有些照片 今天突然亂了 是 有一對夫婦 他大約60歲左右 他在2020年的時候 用了28萬美金 真的320隻 200多萬港幣 買了在加州 有一間屋 他有五間房間 有幾大間的 當時賣給他的賣家 名字叫Penny Penny Penny是一個女士 她說房子這麼古舊 於是搬進去的時候 就問Penny 就問她 她說 搬新的屋主的名字叫Tracy 舊屋的女士 名字叫Penny 她就問Penny 她說這裡這麼舊 這麼舊 有沒有一些古怪的東西 怎知道Penny跟她說 她說有啊 搞了這麼舊 當然是罵鬼的 一定有的 在笑 當時大家都幾十歲 一個60歲 一個70歲 大家都不是 隨便 半隻腳都立棺材 就不以為以 這件事 為什麽邪就邪在 所以去到舊屋的屋主 Penny搬走的時候 她突然之間 在家裡搬東西 出一輛車 就在車裡死了 這個邪不邪 搬在車裡死 舉例 你買了我的房子 我現在要搬走 我搬走的時候 拿一些雜物搬到車裡 我怎知道搬到車 搬走的時候就死了 在車裡死 不是在家裡死 很邪的 然後 都沒有辦法 你70歲 突然心臟病死了 即是怎樣? 那間屋不想離開 那間屋不想離開 又或者她很不想在家裡走 又或者 舉例迫於無奈 你70歲 那間屋沒有人照顧 你一個人這麼大 你都處理不到 可能你家人的子女 就叫你不如入療養院 知如此類 不如買了她 那些錢你用來住療養院 媽媽 其實你很不想離開 沒有辦法 但是你又老了 那些子女又 不可以在那裡看著你 就逼著走 她臨走的時候 都是死在車裡 然後 那對Chase的夫婦 就搬到屋裡 她搬到屋裡 的時候 開始有怪事 首先這間屋 在任何角落裡 無端端會出現一些 Penny的硬幣 就是這些硬幣 你知道什麼叫Penny Penny 即是一仙 一仙 即是一仙 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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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五十仙 五十仙 不知道是單 還是什麼 我沒有記錯 好像有五毛子 有的 五毛子 五毛子 也有名的 四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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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這些 經常收貼士 因為以前送外賣的時候 很熟 這些 然後她死了之後 這間屋裡經常出現Penny 她就覺得 這麼奇怪 她說 會不會 你媽媽沒有走 然後就問她的女兒 她說 你媽媽究竟什麼事 這間屋 為什麼我們經常會有 Penny 在角落裡出現 她的女兒就很隱隱惠惠的在說 她說我媽媽說不想走 還有我媽媽走的時候 因為搬屋的時候 就準備走 在這輛貨車裡心臟病 突然之間發作 就是發作就死了 她說我媽媽的綽號 那個花名叫做Lucky Penny 為什麼 她媽媽叫Penny 那些人就叫她Lucky Penny 還有她媽媽很喜歡在家裡 就扔一些Penny 去不同的地方 因為她媽媽叫Lucky Penny 很奇怪的 總之她媽媽有一毛錢 四處扔 就在家裡扔 她說 那個夫婦 直接叫Trace夫婦 收拾好了 在這裡之後 家裡又發現了 她媽媽的名字叫Dowson 但媽媽可以扔一些Dowson出來 才是瘋子 對 媽媽改錯名字 後來她們發現了 房間裡的角樓更恐怖 經常有些怪聲 因為那個女人 Penny跟女兒說她很不想走 於是死都死在這裡 每天都在角樓 經常有一天走來走去 甚至乎她們住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發現這間屋子 有些好像裙子 好像有些屍巾 總之有些東西會飄來飄去 那間屋子 但你又找不到什麼飄去 她就不斷在你眼角飄來飄去 然後她們就在想 糟了 你有鬼賣給我 可不可以告你 然後有些人在討論這件事 原來在美國 有四個州份 如果你的屋子有些超自然現象 你就要跟別人說 只有四個州是這樣 那有在 應該是 新澤西州 紐約州 明尼蘇達州 還有在麻州 即麻州 是不是麻省 那如果這間屋子 曾經給幾個人 舉例 給幾個人列為了一個鬼屋的時候 那你要跟別人說 你現在有超自然的現象在發生 這個州就不是了 所以她就沒有辦法 她不是有鬼 她只不過在門口死 她之前沒有說 我給你聽有鬼 還有她提過你的 她很tricky的 那個Penny 她提過你 你問她屋子有沒有鬼 古舊的屋 當然有些怪異東西 其實她有提過你的 即是她沒有提過 即是古堡 一定有歷史氣息 歷史古怪的東西 到處都有 這裡都有 不出奇的 這樣就提過了 說話很tricky 說話 第二件 有些人在說很多這些鬼屋的故事 有一個男人的名字叫做布朗 中文叫做 他53歲 他買了一間屋 53歲 這個布朗就是他老公 他兩夫妻買了一間屋 買了一間屋 一百年歷史 非常之舊 他也問人 這間屋會不會罵鬼 這間屋是1911年起的 以前是做一些魔方 即是熊魔方那些魔方 在小鎮裏面很多人認識 那個買家也跟他說 這間屋有些怪異東西 但是那些鬼是不惡的 即是他不會騷擾你的 不會弄草音 騷擾人類睡覺 絕對不會 但是這裏也有些超自然的事發生 那對夫婦就隨便 反正都買了 就照進來住 然後他就在這裏住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鬼 他說都是一些快樂的鬼 也不是說不會騷擾你 也不會搞著你睡覺 那可以的 是 即是頂籠是 狗不狗看到有些黑影 是 即是舉例你在外面吃東西 突然間樹裡面 看到樹旁有個黑影飄過了 這樣 他就不會妨礙你的 即是不會打擾你的 那這些無所謂 不過還有一些奇怪的事 例如電視自己會關關 即是你不記得關電視 他幫你關電視 那就幾好 我幫你省電 譬如舉例 你在睡覺 在廳裡看電視 明天你不記得睡覺 睡醒的時候 電視都會在開 他不是電視自己幫你關 有時候 真的 不記得關門 不記得關門 那隻鬼幫你關門 那幾好 還有他經過一些房間 沒有開燈 譬如很黑 你準備進去的時候 他幫你開燈 有幾好 他說他是快樂的鬼 有時候都會有些怪聲 那些傭人 或者是助手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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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i開燈 麻煩你 智能管理那些 Siri開燈 Siri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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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那裡 也有些怪聲 但你說沒有 又不是完全沒有怪聲 那個怪聲就是這樣的 他曾經試過 突然發現了 在天花板那裡 有一陣腳步聲在那裡走 他就在那裡想 什麼人在那裡走 他就和老公 就忍不住 然後就上去看 發現了 一上去的時候 那些聲音就完全停止了 還有他有養狗 那些狗 很開心 好像玩球一樣 很興奮跳來跳去 自己在那裡玩 他在那裡住的時候 從來沒有發現過這件事 自從搬到那裡 那隻狗才會和空氣玩 以前都不會 那些人就訪問他 那你有沒有試過 有恐怖的東西在那裡出現 他說都有 就是在牆壁上面 突然之間有幾滴 好像血跡的紅色東西在那裡 要用一些白油油 他久不久會出現 他老公也試過 把那些漆刮下來 看看裡面是不是有血 裡面是沒有東西 是木 但是他久不久會 在裡面滲出來 不是在上面滴下來 但是久不久會有幾滴血跡 在這個位置出現 他說只是這樣 可能有人被人刺死了 或者加了這麼久的歷史 百多二百年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都沒有紀錄的 只是這樣 那這些你接不接受 如果這些那麼多鬼 我覺得OK 大家相看無時可以相處到 都是那一句 我覺得看 第一件事 影不影響到生活 影不影響到情緒 還有有沒有 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帶來不好運 都沒有的 我覺得OK 那說開好不好 因為本身他就住在這裡 反而我是後者來 我覺得應該我們要轉進去 那說開好不好運 有時候發夢 如果發夢到新屋有鬼 舉例你還沒搬進去 譬如你在上環住 你準備搬進去天水位 舉例 那你就突然之間發夢 天水位新屋那裡有鬼 那究竟是代表什麼 讓大家猜一下 夢見新屋 我覺得是好運 不知道為什麼 多數是不好的東西變好 好的東西不好 夢是相反的 我覺得可能是好運 有一點點關於鬼 可能是一些鬼幫到你有好運 原來夢見新屋有鬼 但你不同人 不如舉例你發夢 和我發夢 他的身屋有鬼 和另一個人發夢 他的身屋有鬼 大家是不同的 那有什麼不同 那基於什麼 基於男女 年紀還是職業 我現在慢慢講解 趁有一點時間 如果你夢到新屋的廁所 有鬼 代表如果你有病 你會好回來 是吉少 如果你是一個畢業生 即是你讀福建大學 農務系 然後你夢見 你準備搬進去新屋有鬼 就代表你求職裡面的雲勢很好 找到東西做 會得到有貴人幫助 找新工 求職的時候 多數都有人會請你 如果你是上班族 做寫字樓的 譬如你是文員 你夢到新屋有鬼 就代表你工作上面 嘗試賞識你的能力 會帶你去開會 帶你去見一些老闆 是 被看重 被看重 是被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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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考試 是一個考生 考DSE 考什麼都好 夢到新屋有鬼 就代表你成績應該會成功 沒什麼問題 不錯 如果獨身者 你是飛機師 即是獨自飛機師 或者是女生叫什麼 其實獨身 叫什麼 獨身是什麼意思 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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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身是飛機師 男的就是飛機師 不 女的都可以做飛機師 不好意思 男的都可以做飛機師 我也一樣 飛機師無分男女 不好意思 如果獨身者 發夢見到新屋有鬼 代表你會認識到情投意合的人 猜不到 是啊 很多都可以 是 是 Depend on職業 但不錯 以上的全部都是挺好的方向 但是不是一定 夢到新屋有鬼 一定是好事 有時候夢到新屋有鬼 有些人是會乱把的 舉例 如果你那一期很煤 不行了 要搬屋 搬新屋 要省錢 你夢到新屋有鬼 你夢到新屋有鬼 歐欠家 就富貴了 代表你搬了新屋之後 很糟糕 你有一個艱苦的勞動期 不僅僅 身體還會疲倦不堪 病魔前身 如果你是一個女人 你有時夢到新屋有鬼 你要小心一件事 不要出門 很容易發生意外 要提高警惕 千萬 這個就是 關於夢裡面 新屋有鬼的一個情形 還有 如果你要看 有些人也說過 有些地產寫鬼故 他說 如果你在鬼折看樓 最好要小心一點 原來鬼折看樓的鬼 譬如舉例一家屋 本身有人住 有鬼住在那裡 你不是鬼折去看 沒那麼嚴重的 鬼折的靈力強一點 也比較小器一點 容易會搞你的 鬼折去看樓容易被鬼搞的 是的 好像是 有人跟我說 我開鬼折去看房子 看房子 就必正日 那幾天 你小心一點 看房子的時候 最好戴上一些 一些符 戴上一些驅邪的東西 不要兩手空空 拼啊拼啊拼啊 坦蕩上去看 就很容易出事 有個人分享了一個 看樓出事的案子 我想問一下 一般來說 我們不是說 移駕取啊 移搬屋啊 移搬屋啊 就是那個日曆上面都會有寫 移看樓有沒有的呢 是不是真的 那幾天 知道嗎 沒有啊 好像沒有移看樓的 沒有看樓的 不過他應該 好像只是記 七月節 那樣 他應該有 會規劃了 類似是看樓的 一樣東西 那可能是黑談 黑談事務 都是屬於看樓的 對 我猜是這樣 有一個人說過 看樓的鬼谷地產 說出來的 有一次 就跟十幾個 那些仲介 那些 叫做什麼 其實 看樓的叫什麼 Agent 中文就叫做 中介 那些叫Agent 整班就看幾個單位 那單位都是一些新發展區 是一些舊式的屋子改建的 他有說了一個地址 就是在永和區竹林路 就是台灣來的 在七十年代拆了 一些舊樓拆了 在哪區 所以聽不到 永和區竹林路 即是台北 我不是 台北 那些名字 竹林路 在香港肯定有 這麼正常的 他拆了七十年代的樓 然後就建了八九層高的 豪華大宅 所以有十幾個仲介去看 但是他們進去看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了 上面一個花園 他就看下去 下面 他說大件事 他說 那個發展商 在後面有個位 有一些破爛了的祠堂 還有一些佛像 沒有打你 他說這裏這麼漂亮 這個單位樓上看下去 看到這樣的景觀 就不太行 可能說那些不太好的話 影響了 沒有人 誰不知 整班一起糟糕 回到去 沒有吃東西 十幾個人 回到店鋪的時候 陸續出現 很糟糕 反白眼 大哥 反白眼 真糟糕 反白眼 嘔吐 身體不適 還有一個比較年輕一點的女士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period 音上音 發高燒 後來就找那些法師去處理 搞定了之後 才回復正常 後來有一個人說 這些房子你建過出來 但是你祠堂沒有搞 也沒有人回去修緝的時候 他說那些邪嶺 或者是原本的祖先 就走進屋裡搞搞鎮 不喜歡你們在這裡 於是還是鬼節 鬼的脾氣非常大 你們要拜祭 拜祭的時候 就要給他一個時間 帶些香 金銀 衣紙 來拿些衣服 在大約傍晚 臨天黑前四點五點 陰氣又重一點 陽氣又沒滅光的時候 就很糟糕 就要一路燒金銀衣紙 就拿著新衣服送給他們 不是就這樣燒給他們 要在屋苑那裡走七個圈 即是送給你們 大家給你們 一起拿衣服穿 走七個圈才折銷 這樣才搞定 整班人十多人才沒事 才沒有肚子 沒有肚子 沒有肚子痛 肚子的咕嚕 要信我幾個個個讚 才搞定 是不是要繞七個圈才夠誠意 只燒不夠食 沒錯 可以舉著衣服 買了這些給你們 這樣才搞定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 其他鬼屋的一個鬼故 好